高大哥 像剛才文婉提出來 就好像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件事情 說他希望他走的時候 一手是麥克風 一手是鞭炮 你看還是麥克風 他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忘情他的事業 而且還是要放鞭炮那麼燦爛對不對 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樣燦爛 我剛剛講 我們講那個時候 不是講到高大哥現在過世了 我們用他的緋聞來消費他 不是 我現在要秀的東西 其實在高大哥生前 我跟他上節目我都秀過 那高大哥看到這些東西 他其實回想到當時那個年代 他是很惠心一笑的 因為那個是高大哥走過的一些痕跡 你知道當時你我他週刊 因為是很大的一個電視週刊 他當時曾經企劃過 十篇透視明星的親密關係 那這個透視明星的親密關係 他就是要講現在講白點 他就是要做明星的感情族譜 那那個時候 如果你的明星不是很大牌 你不是有很多的牽連的話 你是做不了這個 拍不上去的 那我們的第一期是誰 第一期就是林青霞 因為他太多的關聯了 太多的感情了 那我們的第二期就是男生 就是高林峰 他們兩個也有關聯不是嗎 對 那你看高林峰當時 就他排出來的這個卡司陣容 這個戀愛譜 對 也是非常非常強的 當然這裡面很多都是怎麼樣 都是做秀 秀場 還有都是當時秀場的紅星 還有當時的大明星 那當時高林峰高大哥 他怎麼樣運用他的這個關係 因為剛剛講秀場跟電視圈 他是刺炸風雲的 當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熊海玲 長腿妹妹 熊妹妹 當時跟高林峰 為什麼他們關係這麼好 就是因為林峰高哥這個節目 對 當時這個節目呢 每一集都有熊海玲 熊海玲當時那個是美腿歌後 然後高林峰兩個在節目裡面 就是兩個人唱情歌對唱 互視愛意 就是那種你知道 那也是為節目炒作 就是感覺上就是兩個人是有電的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人家說 熊海玲曾經是高林峰的女朋友 你看這個譜上面的一些的名字 我的天啊 熊海玲後來也講了 熊海玲說她沒有辦法跟高林峰 高大哥其實追她 她不可能嫁給高大哥 因為她知道高大哥 太多女生喜歡她了 我們這邊講幾個女明星 其實當時也都非常生氣 像阿姿阿姿為什麼會跟高大哥 傳在一起就是 你知道高大哥後來有一段時間 她不但被槍擊過 因為那種秀場是黑道靶持的 高大哥為了後來自己保護自己 她曾經攜帶槍戒被抓了 所以高大哥曾經進去過 那高大哥進去之前 就是跟阿姿同一檔秀 那進去之後呢 阿姿因為基於同一檔秀 就在高大哥在靜的那段時間 天天去看她 看她 看她 那是基於一個同事的情誼 等到高大哥再出來的時候 她對阿姿非常感謝 說我在那段時間你來看我 所以阿姿後來作秀 高大哥就每天一束鮮花 那高大哥最喜歡跟女明星 那個時候去玩的地方 什麼地方呢 希爾頓舞廳 或者是這個寒橋俱樂部 都跳舞 她很喜歡跟女明星在 所以很多她當時被發現 跟哪個女明星走得近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舞池裡面 在那邊 包括後來阿姿就是在寒橋俱樂部 經常跟高大哥跳舞 那席曼寧當時也是因為 演完金色山莊紅了 秀場變成一個一張牌 那高大哥她因為是秀場的主秀 她只要要求誰 譬如說已經這個秀場都安排好了 那高大哥說我要席曼寧 馬上就換掉一個 跟席曼寧很像的西文雲 西文雲當時也是一個 跟顏寧都是一起串起來的明星 就是明明自己當已經講好的西文雲 可是高大哥一講我要邪曼寧 馬上掙錢換獎 海報都要抽掉了 所以就從這些地方你就知道說 那講彭雪芬當時其實 彭雪芬是非常一個大 一個知識分子 就是嫁到星光的那個 對 那高大哥當時因為林青霞 彭雪芬都是電影明星 高大哥都追求 彭雪芬為了高大哥 也魄力上電視節目 就是很多很多這種當時的明星 都是漂亮的秀場的電影明星 都跟高大哥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明星 大家比較 這個鬧了很久 鬧了一年多 這個明星當年是邵氏的第一巨星 第一花旦 錦麗 演瓊瑤的船的 後來錦麗失婚了回到台灣 當高林峰其實有密戀 大概一年的時間 對 錦麗是非常大牌的邵氏女明星 當我剛剛講了 並不是在用高大哥過世 用消費他 我只是說 用我自己來緬懷高大哥 當時他是非常意氣風發的 所以我印象中的高大哥就是 美女如雲 豪情萬丈 就是一個 就是人家講這個青蛙王子 他不是最帥的那個男生 但他的那種眼睛會放電 還有人家講他最厲害 他那個非常性感的雙唇 會一吻女生 讓女生完全忘記 這個男生就是一個青蛙 當青蛙一吻這個公主 這公主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公主 小亮哥我好像也聽過你提過 類似的事情說 高林峰在他全盛時期的時候 點到誰誰就紅 點到誰誰就紅 可以真的到這樣子 我是後期才跟高大哥主持 因為早期是林敏然大哥 張飛大哥 後來換易哥跟瓜哥 因為易哥跟瓜哥已經 又紅起來了 費用也貴了對不對 那就輪到我跟行風 到作秀 那是真的 那個歌廳老闆 就找到高大哥排那個檔 比如說在台東聯美 高大哥手上就會有一些 女明星的名單 他點到誰誰進那一檔就算 林姓 看誰林姓 翻牌嗎 翻牌子 就是熊愛玲就來上檔 或者馬斯里就來上檔 或點到誰誰就是來了 主持人也是他點名的 這檔就是亮哥你了 好 行大哥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那點到誰 包括我們主持人 都被他點名的 點了名就有錢賺 而且不是賺錢 還可以漲價 被高齡風點到名人 啪 價錢 當場翻一杯 易哥 你也是被點到的嗎 沒有… 沒有 我們是 我跟胡瓜就是 其實我本來是跟張飛的 我是跟張飛 然後後來… 後來就張飛離開 然後胡瓜也是跟張飛 後來有沒有 所以我們兩個叫Gate 我們Gate 其實我們兩個是一個 一個表演者 後來在台詞小有名氣 然後在華視就是 那時候高齡風最紅的時候叫 他也就是叫做什麼 歡樂騎兵 不是歡樂騎兵 鑽石舞台 不是…你剛剛講那個 林峰高歌 不是 林峰高歌在前面那個叫 有一個什麼騎兵 陽光綠野攝影 不是… 在後面在一個 叫歡什麼 歡樂騎兵 歡樂騎兵嗎 不是歡樂騎兵 是連續劇 不是…就叫歡樂騎兵 不是 是歡樂騎兵 讓他講 反正就是 然後我跟胡瓜 只是去中間做一個單元 就是歡樂騎兵 然後你們來了 我就被換掉了 是喔… 你怎麼換掉別人 他那個節目裡面 我們就做一個單元 叫什麼… 關天下什麼 然後胡瓜就越來越紅 然後就那個光綠野攝影師 找我說 不然我們… 我跟胡瓜 然後我們一起來做一個 鑽石舞台 所以這個也沒有誰 川普也沒有什麼 就一開始就設定我們三個 那只是 我們差不多做了十幾 就高大哥就走了 那這中間 是不是跟文傑的關係 平安性 我真的還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們看到的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媒體 上面都是講說 高大哥那時候為了文傑 他要出走 然後他就說那胡瓜正經 你們跟著我走 結果我走了 所以你現在聽我講 這個別人講不準 我是當事者 我是三個人之一 你講清楚 但是我其實我 我到現在 我都不認為文傑跟這麼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覺得高麟峰這個人 即使他在風流天 他不會為一個女人說去怒罰衣 什麼 怒衝官衣 衝官衣 我覺得不會 不會那麼 我平常講文傑沒那麼厲害 沒有 沒那麼厲害 因為他太多 他如果知道可能會愛你 他不會說真的為了文傑 這我不相信 而且我當初 他從我們一起做 一直他走 我從後來 是今天你這麼講我才知道 不是 我根本沒有 文傑這個事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但我們都每天在一起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這個事 真正他會離開鑽手台 平常講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他是一個巨星級的 或者說他是個歌星 我覺得他獨當裡面是最好的 他不能加人 尤其加我們兩個 這麼要命的人 你知道嗎 真的 他就會把他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 把他會弄... 把他弄不見了 他還不知道他不見了 怎麼叫做你把他弄不見了 我講過...講個好話你懂嗎 高大哥是巨星 是個偶像 可是他們兩個是諧星 那你把巨星也搞到變諧星 那個巨星就不見了嘛 那就是他不知道幹什麼 你知道那個節目的時候 還是好笑比較好 那高齡我怎麼... 不要說我跟胡瓜 我們其中一個他都不一定比我好笑 何況我們兩個加在一起 你知道嗎 他就... 節目的導向變成是個喜劇一樣 到最後做節目我們就痛苦了 比方說這個短期 我跟胡瓜也很好笑 要加高齡風嗎 不加不好意思啊 要加他自己的 也不知道要加他幹嘛 那個演什麼都怪怪 你知道嗎 他全部的影大哥 他一個 我的效果都有沒 他拿著講 麻煩就完了 怎麼也完了 那講那種... 那種talk的話 我跟胡瓜是一種默契 又是我們是一... 他這樣... 他也湊不上來 對不對 對嗎 到最後我就說 阿不 大哥你騎那裡 我兩個來問他 就騎著久了 因為我都在這裡 他就不知道要講 其實我們也當初也沒想什麼 而且... 而且那個什麼 因為姬中夥有很多單元 他就很難做嘛 反正talk也不行 演短劇 他也沒我們好笑 那最後我覺得 他自己就不是他想做 是這樣子喔 是... 這個是我知道的 有可能 而且他不太會做 因為他如果做得到 他會很奇怪 這樣也不是... 但是你們節目也這麼紅 收視率也這麼高 你也不能說這三個人的搭檔 是不對的 對 是啊... 不會... 就是... 但是你要知道 有他我們反而... 會痛苦 現在... 現在... 現在這個董事長 我就跟胡瓜不講 要叫大小什麼 要叫這個也怪怪 要做這個嗎 要叫他... 對... 不能把巨星當作小弟使壞 不行啊 這樣胡瓜是專門演那種 不要人 在不要人角上投個眼 你知道嗎 我是表現才華的 大哥好像... 好像... 我們兩個人都有啊 他要做什麼 他不能... 他也不能老演 原外... 原外走來走去 不能恨命說 他是比你們帥的帥哥嗎 帥是一定帥啊 可是... 那個綜藝節目跟帥無數 那個時候的綜藝節目 短劇起頭 對... 短劇起來了 然後詭諧的talking起來了 那高大哥是永遠的巨星 巨星就是有偶像的 就是風流替答 對... 跟他的節目內容是成得不搭 我想高大哥借這個題 就乾脆不要做了 剛才一哥有講說 高大哥反正那麼多女生 他不會為了溫解一個人 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說不會 我想這個住我個人 應該有最多一半吧 好啦 無論如何 大家都會覺得高齡風大哥 他是風流才子對不對 其實一哥也不輸他吧 你們兩個誰比較風流 誰比較有才華 我曾經要寫一本書 就類似剛剛那個 他講的什麼 女人愛上床 或是高麗夢 其實我要寫一個叫Top10 就是台灣男人的前十名 第一名是誰 就是叫過女生最多 或是卡是最堅強的